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上个月《迅龙高手3》在国内上映 今天我们就来看《迅龙高手》的第一部 在海洋中有一座博客岛 上面生活着锄龙勇士维京人 男主小格格的爸爸就是维京人的领袖 可惜我们的小格格是连个锄头都扛不起的弱姬 只能在铁匠铺当一个小学徒 但小格格有一枪远大的抱负 那就是成为一名勇猛的锄龙勇士 很快他就迎来了转机 在一场抗龙大战之中 小格格射中了一只叶煞 自然是没有人信的 毕竟叶煞是像闪电一样快的龙族 你一个菜鸟若鸡哪有那么大本事啊 小格格置气的去找证据 很幸运的发现了被他射中的叶煞 可惜小格格下不去手 将叶煞给放跑了 回去后小格格就被爸爸送去了屠龙训练营 老师告诉他龙一定会杀死对手的 所以为啥叶煞没有杀死小格格 原因肯定不是小格格长得帅就对了啊 小格格怀着好奇的心思 再次去到森林 发现了尾翼受伤的叶煞被困在山崖下面 小格格拿着条死鱼就想收买叶煞 叶煞也是很单纯的 吃了鱼还吐一半出来给小格格 小格格只好勉为其难的吞下去 不管怎样 叶煞看出来小格格对他没有恶意 而小格格发现叶煞也像只猫一样可爱 并不像爸爸说的那样凶恶 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煤雅仔 一人一龙开始建立起友谊 小格格为煤雅仔做了一个手工尾翼 事实证明小格格不是一个合格的吐龙师 却是一个优秀的手工匠 煤雅仔第一次试飞就成功了 不过煤雅仔对这个人工尾翼 还是有点不太适应 小格格开始越来越频繁的往森林跑 不仅成功驯服煤雅仔成为自己作驾 还从煤雅仔那里学到了很多对付龙的小妙招 这让小格格在屠龙训练营成功从学渣退变为学霸 但这些异常行为也引起了屠龙学员亚斯翠娜的怀疑 于是亚斯翠娜跟踪小格格进入了森林 成功地发现了煤雅仔的存在 亚斯翠娜还想跑回村庄告状 结果被一趟自由驾驶行给收买 可能没人不喜欢自由飞翔的感觉吧 亚斯翠娜答应帮他们保密 谁知煤雅仔带着他俩直接飞到了巨龙窟 发现了一头巨大无比的龙 小格格的爸爸为了剿灭龙族 正好在寻找这个龙窟 亚斯翠娜觉得必须把这个消息告诉族人 但为了煤雅仔 小格格决定事先保密 可惜回去后不久 煤雅仔的身份就暴露了 小格格在斗龙场被一头龙追杀 煤雅仔及时出现保护住小格格 但同时自己也被抓住关了起来 同时被关起来的还有小格格 小格格情急之下说出了龙穴的事 爸爸不顾小格格的劝解 一心前往龙穴 还把煤雅仔绑在船头当向导 很快围京人就到达了龙穴 并对龙族发起了攻击 不停劝告的下场就是被巨龙袭击 好在小格格也不坐以待毙 用驯服煤雅仔的方法 驯服了训练场的龙 一行人骑着飞龙及时出现 小格格首先去救煤雅仔 可惜船被打入水中 煤雅仔跟着沉入水底 小格格为了救他也差一点嗝屁 幸好爸爸及时救起他 然后转头又去救水下的煤雅仔 重新回到煤雅仔背上的小格格勇往无敌 凭着煤雅仔闪电一般的速度 成功把巨龙耍得团团转 最后直接把巨龙绕晕 但小格格自己也被巨龙一尾巴打晕 好在煤雅仔最终救了他 爸爸也终于明白 不是所有仇恨都要用战争来化解 龙从前是维京人的敌人 但现在却成为维京人的救命恩人 将来龙也会成为维京人的好搭档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对立面 用爱的方式去化解恩怨 比战争更加有用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